大家好我們是三江 我是民宗 我是國民 我是平宗 好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永康 那只是說我們來到什麼地方呢? 平宗 我們家這邊是在永康的中校運動公園 嗯 這裡是 墳墓的 墳墓的 亂杖杆 祖先生活的地方 然後現在就是重化成這個公園的部分 那未來我們這個永康運動中心 可能會是在這裡附近 了解 好啊那我們就來去走一走 那所以我們是先往 好呢 先走 OK 出去看看那個新蓋的 好 剛剛有聊到說 你看這裡前面就是 永康區第一公墓 那不是好 他其實在整理中 他整理的過程 就慢慢的把它的土地空出來 讓大家使用 現在已經陸續蓋成了 網球場 網球場跟壘球場 放球場 OK應該算是小型的啦 就是 掃放 那些 OK 有 他這邊有開口 這邊有開口 OK OK 謝謝 那剛剛其實跟公民有聊到說 像這樣子一個重化區 因為他可能剛開始 他都會有這樣子一個野狗 群群群 盤踞的一個情況 那在一些區域其實 群省了一些比較大的一個抱怨 就是說這些狗有時候跟人會產生互動 或者是說有些可能一些愛狗人士 但是在餵養這些狗的時候 他還是會產生一點髒亂的情況 但是都不容易去維持 那公民你覺得說 像這樣子重化區 他原本是公墓的部分 然後後來慢慢的整理 然後改成變成提供大家運動使用 你覺得這樣一個方向 有什麼建議嗎 講到這個齁 就想到我小時候 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人生當中 懵懂無知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們同學都很喜歡去挖東西 然後挖一挖就會挖到一個綠色的寶石 墨綠色的寶石 然後這個墨綠色的寶石呢 裡面都是白白的 然後到後來呢 我們才 你不要說我們啦 是我啦 我個人才發現 哇 那個好像就是 西郎不虎 哈哈哈哈 真的 就在學校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發現呢 因為 有看了一些電視啊 什麼之類的才發現 哇 人死掉之後 如果你是那種亂葬的啊 什麼之類的 他的外面就會包一層墨綠色的東西 哇 靠腰 原來我小時候 跟同學挖的是死人骨頭啊 我嚇死我了 真的 所以呢很多 不然是學校啊 或者是公園等等 就是有一些 比較大型的建築物 就是人家有一說啦 陰的地方 要用藥的 冷氣 冷氣比較高的東西 比較低的有沒有 這樣讓它發電氣 不要讓它那個音氣 那麼的 聖就對了 所以呢像公園啊 學校啊 一些其他比較大型的 人多的地方 它以前 有可能都是有一些 進那個亂葬崗啊 或以前的墳墓等等 所以呢 像現在我們走到這邊 看到 哇 這邊 好像發展還不錯喔 然後剛剛聽 品中也講說 這裡以前 可能是麻布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 欸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 時代變遷的發展 對啊 如果像這些地的話 當早期來講 早期是沒有什麼價錢嘛 然後到現在可能跟其他的土地比起來 也可能也比較 價值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呢 在這個發展上的話 像這邊 重化過來 好像我們以前啊 我以前經過的時候 欸 這是沒人要來的 對啊 然後到現在 你看現在有了 網球場 壘球場 然後剛剛品中還講 還要蓋什麼 中心等等的 哇發展成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 那個價值 一定會水漲水高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欸還不錯 如果以社區 或者是那個 社會發展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 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 面向 一個構想 就是把以前 人家不想來的地方 然後變成一個 大家想要來的地方 可以玩的地方 當然啊 有時候 小朋友如果要挖的時候 有沒有 你要去 看看他到底挖到什麼 東西 呵呵呵 所以我覺得比較 蠻好玩 其實在市區也是 目前在南區那邊的 南山公墓的部分 他也是在討論中 啊 就是說 好像已經也有類似這樣一個規劃 只是說 那邊 南山公墓 因為他存在的比較久 然後他有一些 可能是比較早期的一些古墓 所以有一些文史的相關的一些研究人員 就是覺得說 應該還是要保留 他一些歷史文物的部分 啊 再加上說 很多 因為公墓 以前是這樣子 就變成說 大家只要埋在那邊了之後 就其實很長時間 他都沒有去移動 那後來其實有所謂的 七年輪葬制 或者是說 後來有一些 呃 措施 想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但好像都 最後都不急而終 那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這 牽扯了相當大的一個問題啊 很複雜 就變成說 過去你給這些人的承諾 是說 你可以把先人葬在這裡 但是現在 要開始變更的過程中 如何去做溝通 如何討論 以及說 如何給在地的人 看到你的一個願景發展 其實相當的重要 那品種你覺得說 目前在這一個 他算公墓的區域 他的一個開發的方向 你覺得如何呢 我覺得他還是欠缺一個 比較完整的規劃 就像我們剛才經過那個 網球場的部分 對 我覺得 他就是連路都沒有鋪 又是鋪一片的石頭 讓我們這樣子走進去 是 我覺得很雜亂 你沒有看到 一些比較明顯的規劃 那我們要直接走草皮過去 好 我們就沿著這個壘球場 是 那你看這個壘方 這邊是籃球場 然後那邊是棒球場 壘球場 是 然後 他雖然說是說 叫做運動公園 但是 我覺得整體的規劃 並沒有非常的好 如果對比一些什麼 奇葩的縣市 像那個台北的河濱運動公園那一種的 是 我 不知道是因為經費不足 就是說 根本就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像這個也是 那個網球場也是最近才設立的 之前也都沒有 對 那可能之後還會有其他的羽球場嗎 我也不知道 或是說 其他的一些運動設施 他好像就是畫一塊地一塊地 然後路去割一塊出來做什麼 割一塊出來做什麼 沒錯沒錯 然後剛剛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野狗的部分 是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這個運動公園 他比較長 民眾比較長去利用的 其實就是那個 籃球場 然後附近的小朋友會來這邊打球 是 然後 對球場是因為有些人 有時候在比賽 或是在練習的時候會來這裡 是 那網球場最近剛設立 所以還不知道 他整個運作的模式是怎麼樣 但是剛剛他有那個會員制跟非會員制的 是 所以應該 有漸漸會有一些人進來 是 那我覺得 就是政府在規劃的時候 他應該 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體 整體性的規劃 不要這樣子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真的 沒有效率 可是如同剛剛品種講的 他其實可能又是回歸到 我們台南市本身沒有自由的預算 這件事情 那我們一直在討論是說 財政 地方財政的劃分 這件事情 他一直卡在中央 沒辦法把一個財政權交給地方 那地方的情況就變成 他必須要形成一個一個的計畫 然後提給中央希望爭取補助 這個爭取補助的過程 又會看各種不同的理由 不同的考量 好 所以最終到底有沒有機會 讓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整體的發展 其實不容易 最後就會發現這樣子 就是 在一些熱門的區域 他可能很快的可以爭取到預算 那像這裡可能剛開始在進行的過程中 就發展的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我們是希望說 未來如果有機會在財政活動法的修改 他有機會讓地方的財政可以比較有充裕的能力 然後好好的規劃這樣一個新的地方 再加上永康區 它其實是一個很新興的一個區域 它的新境人口是這樣子的多 但是我們如果從統計數字去看 它的公園綠地或者公共空間的比例 佔人口的比例其實是相對低的 我們會覺得說永康人應該是會需要 應該是值得更多的公共空間 但這件事情好像在台南市政府的規劃裡面 還是不容易看到 那 郭敏你覺得像這樣一個情況 在歸人仁德一代好像也是類似 但是他們那邊的發展好像變得比較好 是不是 有嗎 呵呵 就是山勤凹淚那邊 呵呵 那個就不算是公園了 是 如果以公園歸人仁德這邊的公園 甚至是關廟的公園來講的話 其實在地人齁 除非你是去那個散步啦 或是有的還有籃球場 可以去打打籃球運動一下 不過其他的話好像就還好 OK 對就還好 但是可以提到的一個就是像 咳咳咳 其實有很多可能政府 政府沒有那麼多的經費來看的話 其實在 以色照的角度來看喔 它有一些綠美化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詬病 怎麼講呢 因為綠美化的話 它可能就是你 可能是公有土地 或者是私人土地 然後就有一筆經費 然後讓可能是協會啊 或者是什麼 去申請然後拿下來 然後去美化這一塊地 美化之後呢 它可能譬如說私人的 它就要簽五年嘛 那五年 然後可能一筆經費下來了 然後把這一塊 哇 漂漂亮亮的喔 然後 後來 後來就沒了 就沒了 對 所以就等於說 啊 你把這一塊利用漂漂亮亮的 有花有草 沒人去顧怎麼辦 它可能幾個月 它就變成一個很醜的地方 對不對 怎麼講 因為它可能沒人去顧 它的草 它的花就哭了 是 沒人去顧 然後它可能有很多垃圾 什麼的 怎麼辦呢 當然社群發展協會的話 有時候 我會去派人去 制工啊 去打掃啊 什麼之類的 是 但是制工 它的頻率沒辦法太高 沒錯 所以公園來講的話 當然 現有的公園 我是個人覺得是都OK啦 但是 像這種小公園的話 小公園的話 它可能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啊 你把我這個地方 讓我這裡漂亮到 啊 漂亮沒多久 就變成壞了 沒有人去顧 這怎麼辦呢 對 而且像這邊我們剛剛走過來 剛剛我來看 欸 香港屏東頻道 我才想到 欸 如果這一塊都是公園的話 為什麼 旁邊 這麼多草地 都不經歷的 不看土腳 還會搭著高塞的 哈哈哈 右肺超多的 背器物超多的 對 哪會出現在 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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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麼久 陰空 陰空 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看 像雖然之前這邊可能沒有什麼人要來 那現在用一用的 漂亮的 外面路經過 不然你來看 不知道耶 你經常路這樣開過 不錯喔 不錯喔 打蟒球 打雷球 之類的 欸 走到來才知道 哇 這是在做標明的 哈哈哈 那個康帆很大 但是實際上 它的設施 好像看不到很完整的規劃 對 你看路邊 如果有機會從這邊經過 你看路邊看 哇 外面花花草草吧 綠色草地 不錯耶 不錯 你看又有一幅這麼大幅 你看看 所以的話 在這邊的話 我覺得 我個人 或許 需要有一個非常 應該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規劃 城市規劃師 還是社區規劃師 有沒有來規劃一下 是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部體 某某立委或議員 有沒有 爭取經費 來到這邊 然後處理了很多 真的很漂亮 如果有機會 你看這邊 壘球場很漂亮 還有小朋友來這邊打 真的是很好 但是其他的 周邊的規劃 或許可能還要再加強一下 對對對 對啊 這其實回歸到說 剛剛提到的台南的市政義算不足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土地 它其實是透過任養的方式 讓民間去維護 但這種民間維護的情況 它其實很難去兼顧品質 或者是說它其實這樣子很零碎的一個規劃 它容易造成一個死角 那過去在燈格爾大爆發的期間 就發現了很多這種任養的綠地 它其實容易產生病沒聞 然後所以後來的情況就是慢慢有一些 所謂的都市菜園 或者都市的一個綠地 它就慢慢被收回 然後 就真的就變成草地 這其實是一個蠻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們又要整個台南的市政預算 有沒有相當的充裕 你要去做這些開發真的不太容易 好 那品種你覺得說 像這樣子接下來 它一個規劃的方向 像剛剛有聊到說 它可能會往一個運動中心的建設 那你覺得這個方向應該 建議往這個方向走嗎 還是說有一個更好的規劃 我覺得永康 戶籍圓困有23萬人 然後 傳出了過程 永康標接近30萬 所以應該是值得設立一個 永康的運動中心 這一點是沒有錯 但是我也很擔心 就是 像剛剛國敏講 我們這些設施這些經費 我們建立起來 但是它沒有一個 妥善的管理 就像你一看這個地方 開車經過就真的很漂亮 但是 實際上如果走進去 到處都是垃圾 還有很多的目的 還有很多的野狗 沒有人在管理人的那種感覺 那我是希望說如果未來真的 它可以真的去落實它的這項承諾 黃偉德市長到那時候 2018年的時候 他就簽署說 要蓋這個永康運動中心 那現在已經是2022年了吧 是 任期都已經做完一次了 第一階都已經做完了 也還沒開始看到 真的要動工的感覺 那我是希望說 嗯 未來的幾年內 它可以真的去落實 它的這項承諾 那不管是該在永康這邊 還是該在永康哪裡 因為我覺得 永康最大的問題就是 公共設施分配不均 對 所以說實在 一看這一塊公園 它其實很大一點 對 可是它的四周 因為它原本是摩拉公園 所以它四周其實是 沒有什麼樣的 但是永康很多的老社區 老的裡面 它是完全沒有 也不能說完全 很少很少 非常非常非常小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是需要 再重新規劃的 收一些民用的土地 然後做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規劃 不然的話 這樣子 雖然土地感受到很大 但其實 實際上 一般的民眾 它的平常的居住環境 都沒有辦法 那國民你覺得呢 在歸人人的 以臺惠人理的區域裡面 你覺得在公園 公共設施的規劃 有什麼樣的建議 它一個長延的發展 其實我沒什麼建議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記得 不要讓小朋友去那邊亂挖 呵呵呵 呵呵呵 扣得很乾淨 變綠色寶石 沒綠色寶石 對 對 然後我們在北區中西區的一個情況 其實因為也是剛剛跟品中剛剛提到的一樣 它很多的老舊社區 那老舊社區其實公共設施 其實的確是比較不足的情況 那我們是希望說 慢慢的有一些土地控出來了之後 可以盡可能的往公共設施的方向去發展 那當然是說 在地的人會比較希望說 有一些像停車場啊 運動中心或者是特色公園的規劃 我們都希望說 有更多的機會 是讓在地的人可以參與討論 然後最終有機會讓滿足多方的需求 而不是只為了一個單點單點的一個做法 好我們今天先聊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是 未來會有機會會持續的在這個議題上 再繼續去深入 那我們是三江 我是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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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